香噴噴的燒肉 位於銅鑼灣的隱世泰國菜 想知道在哪裡的話 就記住看下去啦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來到銅鑼灣 因為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銅鑼灣發掘到的兩間隱世美食 因為我是經常在銅鑼灣出沒的人 都經常在銅鑼灣找食 這次被我誤打誤撞地發掘了兩間 是超好吃的 但又超隱世 如果沒有人跟你說 你都未必知道在哪裡的餐廳 如果你們很有興趣的話 就記住看下去啦 首先要介紹的這間餐廳 是位於渣鑼灣附近的一個 超偏僻的一個燒肉店 叫做燒肉酒場 其實真的很難找 這間餐廳 但我吃完之後 就覺得真的挺值得推介的 所以就特意來拍片和大家介紹的 吃完前菜椰菜絲沙律之後 就和大家簡單說說這間餐廳的環境 其實它的裝修都比較壁劫 另外就是它的秋風系統 其實是用那些比較舊式的 韓燒的秋風 所以其實就不是說十分之好 所以其實都挺大股油煙味的 整間餐廳的時候 另外桌和桌 由於都是拍了兩張桌 所以其實都要把爐 可能放兩張桌中間 或者撥去一張桌 變成抽氣線就更加無法對準爐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缺點來的 其實這間餐廳是主打吃一個成吉思汗烤肉 就是日本北海道的一種香土料理 主打是吃羊的 由於我不吃羊的關係 所以我只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吃了的豬牛雞的質素是怎樣 但其實都相當不錯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首先來到的食物 有一個美國牛板健 另外有一個梅頭的豬扒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糊漬的牛肋條 這個牛肋條是非常非常之長的 所以是要用剪刀才可以燒的 除此之外 我們都點了一個雞腿肉來試試 其實相信大家就這樣看 都看得出肉的質素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我們對這頓飯的期望都很高的 只不過可能是因為見我實在燒得太廢的關係 店員主動提出說幫我們燒 他就跟我們說說 其實這個洋蔥放在旁邊的意思 就是為了讓肉汁可以流下去 所以好像雞腿這些沒有太多肥油的肉 就可以放在旁邊和洋蔥一起燒 而且他說一定要加些孜然粉才好吃 首先說一說梅頭的豬肉 雖然我吃的第一塊有點硬 但我之後再吃的時候 其實每一塊都是很軟軟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豬味真的很突出 我個人來說很喜歡 其實我本身是很喜歡吃燒肉的 但我平時吃開燒肉都是在牛角吃的 所以跟牛角比的確這裡的肉是漂亮很多的 而且真的好吃很多的 但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牛角平時我是400元可以任吃 這裡其實就不是任吃的 但我覺得也不是太貴的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個人來說也是挺想再結束的 然後燒完肉之後 其實那些洋蔥開始燒焦的時候 就可以夾起它也上來吃 那意外地發現 平時不吃洋蔥的我 這裡的洋蔥可能因為真的有肉汁 所以我也挺喜歡吃的 另一方面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這裡的牛板鍵 我覺得是非常有牛味的 其实总括来说这里的全部的肉类我自己都挺满意的 不过由于我是不吃羊所以我就评价不了羊给你们看 但是其实它是连一个这么无聊的椰菜丝沙律 平时我是完全是看到都不会想着吃的椰菜丝沙律 我都吃到它是最后一条都没有 所以是真的挺好吃的回想回头 很快我们的肉就离开了 其实这里的肉我整体来说都觉得是很满意的 以这个价钱来说 吃完肉就到煮食了 我们就叫了一个温泉蛋肉醋饭 这个温泉蛋肉醋饭我本身都是想着叫来顶肚 谁不知它真的给我是很惊喜的感觉 其实可能是整餐饭我自己最喜欢吃的那样东西竟然是这个饭 因为这个温泉蛋肉醋饭它一点都不干 平时吃的那些肉醋饭不是很干的 饭是很干的 但是这个饭不知为什么它是很多汁 是每一粒饭都可以拌到包着肉汁 又有纸菜和有温泉蛋 加上一起来吃真的超满足 我自己很喜欢吃 我甚至觉得我可以为了这个饭 你特意来这家餐厅只吃这个饭都可以 总括来说 这家餐厅都真的给了一个惊喜 因为我没想过一家这么隐世的餐厅 是可以做到这么高质量的食物 尤其是它无论是肉类还是饭 还是小食 各方面我自己觉得水平都是中上的 自己都会想再来吃的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 如果在铜锣湾想不到吃什么 都可以去试一下 不过留意 不要穿一些会吸味的衣服 因为那里的油烟都真的挺大 介绍完日式的烤肉 下一间餐厅 我就想跟大家介绍 位于铜锣湾的一间隐世的泰国餐厅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吃泰国菜 由于是抱开铜锣湾的关系 其实铜锣湾的很多泰国餐厅我都试过的 但是我略嫌它们比较大老和商业化 吃的东西比较港人口味 由于我是非常喜欢吃辣 和很喜欢吃那些很溜温的东西 所以竟然让我找到这一间泰国风味的餐厅 它真的是一间小店 非常非常隐世 身处在一个后巷里面 但是它吃的东西在香港的 就真的不是几多泰式餐厅有买的 真正正正是一些很地道的泰国的食物 尤其是泰北清迈那边的食物 吃完之后是另外有一种去到清迈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到泰国餐厅 当然要试试它们的冬蔭公 这里的冬蔭公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够辣 而且很足料 是有很多只虾在里面 因为我曾经去过一些泰国餐厅喝冬蔭公 其实它们里面可能只有两只虾 但是在这里是完全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而且无论它的酸味和辣味都是很足的 所以是另外一喝再喝 重点为什么我这么推荐这间餐厅 就是因为大家不难发现 位于闹市 譬如铜锣湾尖沙咀这些地方的泰国菜 其实它们的价钱都会偏贵一些 跟九龙城那些比 但是这一间的泰国餐厅 它的定价竟然是可以做到非常便宜 你们一会儿看价钱就会知道是真的很便宜 很划算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第二个重点推荐的菜 就是泰式辣肉碎生菜包 这个生菜包的肉是真的很够辣的 不过我预讨的时候 就说了是要大辣的 所以它就特别跟我加多辣椒 我觉得吃生菜包最棒的 就是它的菜很新鲜 另外它的肉是一点都不会干 是很汁 很汁的 另外也捱了一个青咖喱鸡 这个就是正正常常 另外再一个重点推荐 就是它的小食拼盘 平时在泰国餐厅小食拼盘 是一些比较贵的菜式 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些小食 所以我就很知道价钱 很多时候小食拼盘 一个小份的小食拼盘 可能都要128 138 可能就只有虾饼 鱼饼 春卷 就是每样各 两个 但是这个小食拼盘 是148元 是有7样东西 我真的觉得是超级厉害 是真的 而且每样东西都是好吃 那一刻才很厉害 那好吧 说回这个生菜包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块菜 而且它的菜是不会说煤煤烂 是每一块都很新鲜 是很干净的洗到 另外它的肉碎也很足够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既健康又好吃的选择 那这一间餐厅的好吃程度是去到哪里呢 是我 其实是已经吃了 我想连来叫外卖 我想我已经吃了有三四次了 那其实第一次发现了一间这样的小店的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 哇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知道在铜鑾湾有一个这样的餐厅 那发现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它的味道是很好吃了 很正宗 而且呢 就是有在九龙城吃泰国菜的感觉 那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在铜鑾湾是很难找到一些 是真的Quality好 而且是性价比高的泰国菜 那但是在这里呢 叫这么多食物 其实呢 如果 就是喝完东西呢 其实两个人呢 每人呢 都是二百多元就可以下楼呢 那我觉得呢 是真的挺划算的 而且它这里的小食屏幕是真的超大份 它有一个小的拼盘来的 那就是因为我是超喜欢吃小食 而且很喜欢吃串销啦 那所以呢 我就选了一个大的拼盘啦 那因为我不是很好吃淀粉 不是很好吃饭的 就是喜欢吃这些小食这样的 那但是 就是我也很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间餐厅最好就是呢 它是很容易找位的 因为呢 它是很偏僻 而且应该不是很多人知道的一间店 所以呢 所以呢 随时过来呢 都游位的 至少我每一次都是这样 即兴过来呢 都是游位的 那拍摄这天呢 我就没有吃到 但是其实我之前那几次呢 是有吃过去 那个菜单里面呢 有一款呢 零零细细 叫做家乡风味呢 就专门吃一些清迈泰北菜的 那当中我特别推荐呢 有一个叫做 清迈牛肉这样的东西呢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秘制沙甸鱼 是超好吃的 而且有个朋友跟我说呢 这些是真是很泰国 很地道的人才会做的食物来的 那所以就从这些地方 我就觉得啊 这间小店都真的挺地道的 我都觉得真的挺值得推介的 这样 总括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间的隐世泰国菜呢 性价比呢 真的非常之高 因为它各样东西的价钱 由饮品啦 去到主菜啦 其实呢 都是比起其他泰国餐厅呢 是更加便宜的 而且味道呢 亦都是很正宗 和很好吃的 所以呢 我真是诚意地推荐给大家的 今天总共推荐了 两间位于铜锣湾的隐世小店给大家 不知道你们又喜欢哪间多些呢 我就两间都那么喜欢啦 那好吧 今天我的介绍呢 就来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都很喜欢看我的影片 特别是这个小店系列的话呢 欢迎你们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